那這個所謂自動化的目的就是說 以後你的事情盡可能就做一次就好了 最好是怎麼樣 你就把資料更新過 也許會有新的人力 或者是說新的資料、新的部門 或者不同的資料來源 也許都會每天update的 那你update之後的話 那怎麼辦?你可以把舊的資料清除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看 上面的階段是單一個工作表 下面的話是跨工作表 那跨工作表自然難度一定會比較高 可是當然它的那個自動化的 自動化 有嗎? 好 那 那不過當然相對底下的部分的難度 當然會更高 那甚至是可能大家以後還會有需求的 可能你還不只一個Excel檔 你可能還有很多Excel檔 比如說你一堆都是一樣的事情 那你比如說你有一堆Excel檔案 那可不可以不只是跨工作表 還可以叫什麼?跨工作部 所謂工作部就是一個Excel檔案 它也可以自動幫你打開 自動幫你去做一樣的事情 自動幫你存檔 幫你關閉 換下一個 那這樣多愉快 以後的話你的工作就是按下去 你就看到那個畫面可能在閃動 那就完成了 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但是前提是怎樣?按部就班的吧 也許你初期你還是得先做過一次 你要先把那個邏輯分析過 然後找出他們相同的部分 跟不同的部分 相同的部分就跑回圈 重複 不同的部分就做邏輯判斷 對不對?那大概就是這樣的東西 我想你工作應該頂多這樣子 已經可以八成以上的資料的處理大概就夠了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變因 那變因部分你可能再記一下 見招再拆招一下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針對住專一個單一個 我先清除好了 清除我想很簡單 這個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做資料的清除 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要清除的 這個列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for i 等於3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前面有寫過 然後呢 sales i 豆點 b欄 給它什麼東西呢? 給它空置串 有沒有 然後c欄 c欄沒有 d欄 一樣給它空置串 k i m n 全部都給它空置串 那不就清除 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有概念吧 所以程式怎麼寫 我想前面我們寫太多了 所以以後 反正你就是把它當範本算了 那範本去哪裡找?太多了 前面自己去歸納一下 所以清除的程式 for i 等於3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地方全部給空置串 有沒有就OK了 第二階段做什麼? 在做人事考評 1 動態輸出公式 總共我們會有 一樣這幾欄? b d k到m 總共有 還有1啦 總共有7欄 那裡面做什麼? 先把原來的公式貼上去 貼到哪裡呢? 貼到清除裡面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把清除 複製一下 貼到上面來 叫做人事考評1好了 改一下 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東西呢 本來是空置串 你就把它怎麼樣? 貼上剛剛的公式 總共7個吧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貼上去之後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只出現 第一個是正確的 下面一個不正確 為什麼下面一個不正確呢? 這邊是抓三列 A3 可是下一個應該是A4 但是它沒有跟著變A4 有沒有 所以 你要去觀察 假如說 A3應該變A4的地方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3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對不對? 那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變 要把它串在中間 對不對? 怎麼串我們也做N變了 OK這個東西我想應該已經要熟了 那 底下都一樣 所以 這個一樣 看哪邊有3 其實基本上大概有3的你就注意一下 這邊有3對不對? 然後 這邊有3個3 1 2 3 那你還要分析一下 它是不是將來要往下 也要跟著變更 要增加 如果對的話 你可以點兩下看一下 有沒有 它有變動的 其實這個有變動的 有沒有 有變動的 你就把有變動的地方記下來 所以 K3 限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有兩個 所以你再點兩下 你會發現有變動的 有沒有 這個有變動的就把它改成I 那這個的話 再點兩下 這個有變動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RANK 你不要看到這個3也給它改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它沒有變動 只有前面這個改 好 所以 第二個 改完之後 就是 我先用人事考評1 這個是還沒改的 改完之後的話 就是人事考評2 那我是分階段 所以 基本上 怎麼改 很簡單嘛 看到3 改成這樣子 那我改的方法 應該還記得吧 雙號雙號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再放個I 然後把控 AND前後控格 這樣就好了嘛 你做一個之後 把這個拿來做複製貼上 複製 3的地方貼上 3的地方貼上 對不對 但是 這個地方有看到3 這個3不能改 記得這個地方不能改 其他的3都改 這個也改 分別改完之後 我把它改成另外一個 就是 叫 人事考評2 好了 這樣比較有階段性的